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游,欢迎收看今天的老游时谈 美国好莱坞的编剧和演员大罢工目前还在继续进行,影响很大 原本定于9月份举行的安美奖颁奖典礼因受到罢工的影响 目前主办方已宣布,颁奖礼仪将无法如期举行 并且也无法确定具体的举行日期 那么好莱坞的这些演员和编剧,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罢工呢 好莱坞演员不是很赚钱吗,还罢工 这个是很多人对好莱坞的印象 以为只要能够混进好莱坞工作,基本上就衣食无忧了 其实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 好,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好莱坞业内人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他们是怎么说的 前两天在网上召开了一个主题为 罢工激增的背后,为什么不能支付生活工资 这样的一个在线论坛 在这个论坛中 美西编剧工会拉美艺作家委员会的副主席 电视编剧兼制片人 他叫李维拉 他那谈到好莱坞编剧和演员罢工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流媒体他摧毁了以往的商业模式 他说在过去的商业模式中 大部分的电视收入是来自广告 而长期播出节目还可以进行联合播出和重播 这样就可以带来更多的广告 创造更多的收入 另外在90年代除了电视播出之外 还有DVD的销售 而且长线收益的分成制度 让演员和编剧都能从每次重播的销售额中 分到一部分的收益 这样他们即便在没有工作间歇的时间段 依然也能够获得相当可观的收入 比如你要是在半年中 甚至一年没有工作 照样还是可以有收入 可以支持他们度过这段时间 同时也让他们能够买得起医疗保险 但是近20年来 随着流媒体的出现 这个新模式 它完全颠覆了过去的传统模式 流媒体它不依赖广告 而是依靠订阅来收费的 因此也就没有了首播和重播的广告收入 也没有了DVD的销售收入 观众只要点一下按钮 就可以随时观看所有的内容 这让DVD销售量大幅减少 因此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彻底摧毁了过去60年来 一直延续下来的这个商业模式 这位编剧李维拉他说 虽然在2007年的流媒体罢工中 他们争取到了长线收益的分层 但是没有人可以预料 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的局面 现在这种模式下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 长线收益的分层数额大幅降低 比如以前某一部电视剧只要成功热卖 就可以拿到1万美元的纸票 但是现在却只能分到三四美元 换在过去说电视剧播出六个月之后 他们的收入依然还可以达到5000到1万美元 而如今却变成了5块或10块 所以这种新的商业模式 大幅削弱了编剧和演员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另外现在流媒体公司的预算也在缩减 比如过去一年中 本来可以拍22集的电视剧 这样演员跟编剧几乎全年都能有工作 但是现在电视剧因预算缩减而变短了 每部剧都被压缩到了8级到10级 在这种情况下 每个人一年最多也就只能工作20周 也就剩下5个月的工作量了 另外7个月怎么办 所以订单缩短 预算缩减 以及辅助人员的工作被合并 这导致好莱坞整个行业开始成为一种零工经济 在这个会上 李维拉他指出 说关于好莱坞的印象 大家都有很大的误解 很多人都以为好莱坞每个人都像大明星劳伦斯那样 都是百外富翁 但实际上在电视剧和电影的片尾字幕上 列出的成百上千的名字 除了明星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 其实好莱坞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一个蓝领产业 其中有很多工种的工作 收入并不高 比如像木匠 油漆 建筑工 卡车司机 发型师等这些工作 他们的收入都不高 这些美国演员工会的会员 现在有16万人 他们的平均年收入 却只有26000美元 连买医疗保险的费用都不够 但是电影制片厂 去年的利润却高达2000亿美元 所以美西编剧工会 希望这些制片方能够拿出这些利润的2% 也就是约4.5亿美元 来维持演员和编剧等各个工作岗位的经济平衡 那么这个就是这次好莱坞大罢工的主要原因 归根结底 其实还是资方和劳方的利益分配 严重失衡的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放在原来行业景气的时候 大家也都还过得去 日子不受影响 那也就罢了 让资本家多赚点 就多赚点吧 但是现在随着经济的衰退 行业的萧条 很多影视行业的工作人员 连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 甚至已经冲击到了 好莱坞从业者的生活保障 而资本家制片方 却依然还有如此巨大的利润 所以这就成了罢工的主要矛盾点 看来这场罢工 估计是一时半会儿 暂时还停不了 但是影视行业跟去年发生的铁路罢工 还不一样 虽然好莱坞的罢工也会严重影响 影视业娱乐业的经济 但是这个影响 它却完全没有铁路工人大罢工 来的更及时性 更有那种及时的效应 因为铁路一停摆 不仅通行受限 而且对物流也会产生巨大的直接影响 而这个结果马上就会反映在物价上 也就是说铁路一罢工 老百姓马上就会感觉到烫 但是影视行业 它毕竟是一个精神世界的东西 它对民生的影响可能不会那么快 也不会那么及时的反映出来 所以这个罢工的压力 显然跟铁路相比就没那么大 你看这个好莱坞的罢工 从五月份就开始了 七月份演员工会又加进来 最先是编剧工会 然后演员工会又加进来 现在好莱坞都已经停摆 快两个星期了 我们也不见 拜登政府对此有任何态度 好像连个毛毛雨都没有 这跟去年的铁路罢工 待遇是完全不同 去年的铁路工人大罢工 不仅引起了什么交通部 劳工部高度重视 甚至连拜登老同志 自己都还亲自参与协调 你看啊 一看这就比较出来了 那个行业更重要 不信你看一看 要是芯片行业 罢个公事 估计拜登同志 立马就跟大家跪下来了 最近美国政坛的几位大佬 频频在公开场合失态 引发民众的广泛关注 从而也引发了民众 对于公职人员 是否要设定年龄上限 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 前两天在一次公开的记者会上 联邦参议员 共和党领袖 81岁的麦康诺 在主持记者会期间 突然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 突然站那就不动了 整整21秒 就是 就这样 就突然这么停了21秒 我看了那个视频 挺吓人 眼睛也不动的 就这么站着 直不论论的 一动不动 然后在旁边的人 问他话 他也这样 也不动 21秒之后 好像反应过来了 旁边陪同人员 带着他离开了现场 这是一件事情 而隔了一天 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 资深民主党籍参议员 范世丹 在参阅的一次会议上 也展现出了 他的那种老态 在投票期间 他却突然 想发表声明 要说话 最后在旁边的人 几次提醒下 提醒他 说你只需要说 yes 说是就可以了 这只是一个投票程序 不是讨论 你看 这才反应过来 另外 大家关注最多的 就是现任总统 拜登 现前已经80岁了 但是他还要参选 2024年的下一届总统 过去 拜登在公开场合 频频说错话 也是引发民众的广泛担忧 质疑他是否还有能力 在连任之后 能否继续执政 那么现在面对 这样的一个状况 截至目前 国会的态度是 参院共和党一致表示 麦康诺将继续担任党团领袖 而在民主党方面 现在也只有众议员 菲利普斯表态 说要求范什丹主动辞职 同时也反对拜登 再次进选总统 他说 他并不是针对年长的前辈 但是他希望 美国能由那些 没那么老的人 来接替领导职位 现在据多项民调显示 不少民主党选民 较为关注政治领袖的年龄问题 据YouGov的调查发现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 国会议员的年龄 应该设有上限 如果现在要是 把议员的退休年龄 要是设在60岁的话 那么现在71%的参议员 都需要离任 如果把年龄上限稍微提高 提高到70岁 也有30%的议员将需要离任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 已经引起了 美国社会的广泛讨论 我觉得美国的政台 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 90岁的老人 竟然还在参与国会的重要工作 我跟那位民主党的议员一样 我无意冒犯年长的老者 但是年纪高龄和思维的退化 这个关系 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即便我们再尊重年长者的年龄 我觉得至少得有一个上限的设置 假如上限 你设在75岁 或者甚至到80岁 那至少也得有一条线 不能够没完没了的 干到100岁 人家想干到100岁 你怎么办 如果是那样的话 现在也不至于 人都90岁了 脑子都已经开始糊涂了 还在那坐着当议员 其实这位范世丹老奶奶 因为年龄的问题 而被媒体曝光 早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但是呢 无奈 美国的法律没有规定 90岁就不能当真了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 非常重大的问题 也是美国的政坛 确实应该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 最近有媒体报道 说在加州发生一起 回收欺诈案 涉及8名家庭成员 他们呢 是从亚利桑那州 回收瓶子 罐子 然后呢 运回加州 利用加州的回收计划 从中获取了 760万美元的收益 而他们的这种行为 实际上已经触犯了 加州的法律 将面临回收欺诈 重大盗窃和共谋 等多项指控 据加州检方表示 加州的回收计划 是由消费者资助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 保护环境和社区 据报 加州的资源回收局 鼓励私营中心 回收合格的饮料容器 并给予每个 5到10美分的回报 但是呢 这个政策 只对那些来自 加州的回收材料 才符合资格 而这起案件中的涉案人员 他们呢 是从亚利桑那州 运回了大量的空瓶管 从去年开始 在8个月内 他们回收了 178吨的回收物 这不仅占用了 加州的回收计划 这个资金 同时呢 还增加了 加州在环境保护 和回收处理上的 这个压力 如果大家都要这么干的话 都去外州 把其他的州 回收物都运到 加州来处理 同时呢 还领着政府的补贴 那么你说 这个政府出台这个政策 不就是给自己找事吗 所以呢 这8个人 应该是一个家庭的 他们是明显已经触犯了 加州的法律 接下来估计会受到 加州检方的指控 大江东去郎淘尽 千古风流人舞 古雷西边人道士 宣布大人模拥头 至宣都不可 そして公铃的监禁 端牛心 足够人的监禁 端牛声 乱石穿空 武华 江山如虎花 一世多少后劫 遥相共青当年 小桥出家了 兄姊姨云芳 玉山观景 谈笑间 江湖灰飞夜灭 不过春涌 躲进影笑我 早生花发 早生花发 人生如梦 人生如梦 一尊花 江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